欢迎您观看DJI Tera系列教学视频 DJI Tera软件为自动航线规划与箭图设计 可实施生成二维正式影像 或通过导入圆图方式生成高精度二维或三维影像 今天我们为大家演示如何使用DJI Tera软件进行箭图航拍和二维重建 操作前请注意确保计算机需满足显卡等相关硬件配置要求 下载并安装DJI Tera程序 注册或使用已有DJI账号 登陆DJI Tera软件 未购买License用户 请在大疆官方商城或联系代理商购买 连接航拍飞行器的遥控器与计算机 将飞行器放置在开阔无遮挡处 开启飞行器 开启Fantum4 RTK遥控器电源 点击进入DJI GS RTK App 在通用设置中进行网络诊断 确保飞行器4G网络能正常连接 点击进入RTK设置页面 打开RTK模块 接收RTK信号方式选择网络RTK 回到执行页面 确保飞行器进入RTK定位状态 使用数据线将遥控器Type-C接口连接至计算机 如使用Fantum4 Advanced或Fantum4 Pro 需要先将遥控器切换至PC模式 请用Macro USB数据线连接遥控器与计算机 将遥控器模式切换至PC模式 断开数据线并重启遥控器 断开数据线并重启遥控器 接着使用双公头USB数据线连接遥控器至计算机 以切换至PC模式的遥控 在下次使用时 无需重复这一步骤 直接使用双公头USB数据线连接即可 连接成功后 DJI TORR软件界面将显示飞行器所在位置及状态信息 下面开始航拍舰图任务规划 点击主页面中新舰任务 选中舰图航拍 输入任务的名称或使用默认名称 点击确认 进入航线编辑页面 在地图界面上 选择需要舰图的区域 系统会自动生成飞行航线 在右侧面板设置航线参数 如需在航拍飞行过程中进行实时舰图 请将实时舰图开关打开 完成动作默认自动返航 可视情况修改 飞行高度默认100米 飞行速度建议使用推荐速度 高级设置中 推荐使用默认重叠率参数 如使用Phantom4RTK舰图 请关闭机变纠正 参数设置好后 点击开始飞行 请仔细阅读注意事项 以确保舰图成功 在航线上传完成后 点击飞行准备对话框内的开始飞行 飞行系开始执行飞行任务 在到达第一个航点后 相机开始拍照 随后实时舰图画面会逐渐出现 任务执行完成后 DJI TORO软件进入图片后处理阶段 同时飞行系会自动返航并降落 图片处理完成后 地图上会显示该区域的二维正式影像 下面介绍二维导入重建步骤 点击一个没有建图的任务下的重建选项 或新建一个建图航拍任务 点击重建选项 进入重建页面 将飞行系的MicroSD卡插入计算机图卡器 点击添加照片 添加MicroSD卡中此次飞行任务采集的图片 照片添加完成后 软件左侧地图上会显示每张照片所对应的位置点 点击右键 可展开已添加的照片列表 双击对应的照片名称可进行预览 点击管理则可对选中的照片进行删除 选择重建类型为二维地图 然后根据实际测绘的场景来选择建图场景 其中农田场景是指平原上水稻或小麦等高度变化平缓的场景 城市场景是指带有高楼等建筑物的场景 果树场景是指高度变化可能较大的果原场景 接着选择重建清晰度 其中选择的清晰度越高 重建处理时长则越久 最后点击开始建筑 待重建完成后 即可看到二维重建所生成的二维正式影像 点击标注与测量 用户可在重建完成的地图上进行点坐标 距离 以及面积的测量 点击农业应用 用户可在重建完成的地图上规划农机作业任务 此外 用户还可通过导出质量报告来直观地了解重建质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